大家很心疼我 也很担心我 然后也怕我一个女孩子 会不会吃亏 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希望阿伟回报我 什么的 我这样 跟大家去说一下 其实我谢谢大家的 关心但是 不要给阿伟压力 不要给阿伟压力家人们 就我真的不想给他压力 知道吗我真的 我真心的我就做这些事情 如果说给阿伟 再造成什么压力的话 我就觉得我 我这件事情做错了 就是没有关系 我这样跟家人说 我决定这样做了 我就不会后悔的 家人们 你们不用担心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相信结果一定是好的 我看好阿伟的 就是我也跟阿伟说了 哪怕你的事业 这次没有做成功 然后这些米都没有了 我也不后悔 家人们你们可以录屏 我保证 我堂堂永远不会在 永远不会在直播间 或者在网络上 有一天说 我当时为阿伟付出了什么 然后我会后悔 我不会 家人们 都是我自愿的 都是我自愿的 阿伟没有让我去做这件事情 是我自己要做的 所以说 跟阿伟没有关系 就是家人们 也不要去给她压力 好不好 谢谢肯尼的眼镜 多少米都不重要 我现在再次重申 这个是我自愿的 家人们 是我自愿的 是我自愿的 千万不要去给阿伟压力 如果说一个 如果说一个女孩子 然后付出这么多米 是为了 是为了让一个男生喜欢她 为了让这个男生娶她的话 家人们 我的 我真的 我都会看不起我自己 家人们 你懂吗 这个 绝对不是小情小爱 这个不是小情小爱 我考虑了很多 很多很多方面 这件事情 为公司也好 为阿伟也好 为我们父母的感情也好 它是一个 我现在这样做 是一个对很多人都好的一个结果 不会说是 为了讨好一个男孩子 家人们 家人们你们想一想 现在这个社会 我别说那么多米了 我花个几个W的米 去找一个 像阿伟一样帅气的男孩子 找不来吗 家人们 你们想一想 花几百 万 然后为了一个男孩子 为了让这个男孩子 跟我在一起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可不可能 这个事情可不可能 家人们 你们觉得不可能的扣个1 你们谁会花几百万个W 为了跟一个男孩子在一起 不可能吧 是不是 觉得不可能的扣个1 对不对 所以我做的这些东西 我做的这些东西 绝对不是说为了 让一个男生 跟我在一起 那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 我自己都会看不起我自己的 家人们 你们放心吧 放心吧 但是我 我会好好的 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顾全大局 家人们 把四个字 顾全大局 打在公屏上 把顾全大局 打在公屏上 你们好有钱 你们花几百万 为了追一个男孩 好 感谢大家 你们理解 顾全大局 顾全大局 对 没错 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是顾全大局 当然我有为阿伟 一部分 确实 我现在 帮阿伟解决了燃眉之急 但是他对于公司 对于 阿伟的家庭 对于他爸爸 对于我们公司 对于阿伟来说 这是一个 非常完美的结局 大家说对不对 这是一个 非常完美的结局 然后 所有的压力 就是通过我 解决了 所有的问题 通过我解决了 这是一个 最好的结果 家人们 我是经过 深思熟虑的 我不是 一股脑 头一热 就去做这件事情了 知道吗 我确实是为他好 但是 我也要考虑公司 我不能让公司一主呀 我不能让 阿伟的父亲 在现在 身体出了问题 事业上 在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对于阿伟的整个家庭来说 是承受不了的 还有 如果阿伟在这个时候 把公司放弃了 把股份转移出去了 没有东山再起的资本的话 这件事情 对阿伟的影响 不是五年 十年 可能是一生的影响 懂吗 我考虑了很多很多 才做了这个决定 绝对不是一股脑的 头一热 觉得这个男孩子需要点米 我就给他米 不是的 如果说他今天做了这个事情 我不认可 我不会给这个米的 我考虑的非常非常多 就这个事情 我不帮他的话 他可能接下来的事业 就完全 就落下这几年 是完全补不回来的 嗯 等吧 嗯 好 嗯 哎 所以家人们别担心 我今天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心甘情愿的 啊 然后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嗯 我不用讨好阿伟 哎 家人们啊 首先我跟阿伟关系很好 啊 我跟阿伟之间的关系 不需要我讨好 不需要我讨好 懂啊 啊 就这样跟你讲 阿伟需要我 公司需要我 很多地方 他们需要我 我不需要去讨好任何人 知道吗 我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嗯 我们都是互相尊重 互相需要 对我们做公司 我们是好战友 我们都互相需要 没有谁需要讨好谁 对不对 我这样讲 我从来不会觉得 嗯 大家说我需要这么一个男孩子啊 或者是 为了这个男孩子做这些事情讨好他 没必要 为什么 家人们 我不筹价 我是不小了 家人们我真的不小了 因为 呃 前几年就没有关注在自己的这个婚姻大事上面 我确实年纪也不小了 但是我觉得我有文 有文化 有公司 自己有米 有房有车 我真不筹价 家人们 你们说如果是你们自己家的孩子 找一个这样的老婆 你不愿意吗 能帮你儿子赚米 能帮你儿子管理事业 又有文化 自己有房有车 对不对 家人们你不愿意 愿不愿意自己儿子找个这样的老婆 哪怕28岁又怎么样 愿意的抠个一 对不对 所以我 你们 黑粉说什么的 哎呀什么 你嫁不出去了什么的 我一点都不生气 对我就是有点狂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是我靠自己的能力赚来的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我没有拿过别人一分一毛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赚来的 对不对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这样讲 那谁娶了我当老婆 我家里面陪嫁几套房几辆车 几百个W的 嫁妆 不香吗 我 我为什么要不好意思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真的不丑嫁 家人们 不用担心 真的 我也不会说 为了追一个男孩子费尽心力 我没有必要 知道吗 现实中我也 不是说没有人会喜欢我 对不对 所以放心吧 喜欢堂堂的家人 你们就相信我就好了 就相信我就好了 堂堂心里有 我说的确实是实话 等一下 我弄一下屏幕 现在人都不 好多都不喜欢结婚 哎呀我调一下屏幕啊 家人们 屏幕怎么调 稍等我一下 家人们 老了 老了又怎么了 你们不会老了 28岁你就觉得我老了 那你们要是50岁的时候怎么办呀 我一点都不觉得老 家人们 啥叫老了 不是卡了 家人们 我屏幕不会调回来 等我一下 我去调一下 我照顾 好了 不会调屏幕 对 现在 现在我们年轻人 做事业什么的 28岁才刚刚起步 嗯 他刚刚起步 对不对 家人们等一会儿 他们来了 这个衣服给大家上 好像 上一场 有没有家人买过这个衣服 是79块9吗 这件衣服是不是79块 我都忘记多少钱了 反正很多家人说要反常 嗯 哈哈 阿姨你说的对 你女儿32岁没结婚也正常 现在很多优秀的女性 35岁都不想 69块9 可以 等一下给你们上 几个公司啊 哎呀 没几个公司 姐姐 69 69 家人们一会儿买 我一会儿叫吴总过来给大家上 好暖和 但是我现在没有链接 等会儿给大家上 应该69吧 嗯 30岁之内给自己嫁出去 我也想呀 嗯 赶快公司的事情 让我省省心吧 省省心 我就有时间谈恋爱了 我现在都没时间谈恋爱 他们一帮大男人 天天揪着我 让我在公司里面做事业 哎 他们都有时间出去谈恋爱 哈哈 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男朋友 对 嗯 还没结婚 现在三十几 对 现在好多 好多女孩子结婚好晚啊 嗯 现在女生都过毒了 嗯 都过毒了 嗯 阿伟现在不是我男朋友 家人们 我有男朋友 我带来直播间 一定要给你们看一看 啊 比我小的喊我堂姐姐就可以了 比我大的喊我小堂就可以了 对 女生现在 女生现在好像结婚都很晚 嗯 嗯 啊 但是我不仇嫁 家人嘛 我多给我未来的老公 攒一点嫁妆嘛 对不对 我再多干两年 啊 你们回来哪个阿姨家的儿子 跟我年龄相仿的 可以介绍给我 我多干两年 给 给咱们未来的家里面 多攒点嫁妆 不好吗 哈哈 我不慌 我真的不慌 家人们 对 对 对 我现在赚的以后 不都是我老公的吗 哈哈 嗯 对 阿伟 阿伟算是 好朋友 男闺蜜吧 因为我们俩个有时候开玩笑 口无遮拦的 我们俩认识太久了 就是 确实家人们 你说让我们现在培养感情 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培养 就类似于那种光屁股长大的好朋友 知根知底了 有时候 突然你让我们俩去转换一下 有点难 嗯 嫁给我儿子 哈哈哈 可以了解一下 可以了解一下 有空了 有空了 回来我等这个 这个公司的事情搞好了 搞 搞一场相亲会吧 阿姨们给我 给我找一找靠谱的 靠谱的男生 对 慢慢来 现在不着急 现在花了这么多 现在花了这么多米出去 家人们 现在花了这么多米出去 然后如果说我 我跟阿伟 我们公司做不好的话 你说我 我找谁 那不是拖累人家吗 嗯 标准 我没啥标准 我不外貌协会 家人们 我不是外貌协会 我更看重 一个人的内心 嗯 有回音呢 怎么会有回音 是外面 外面有装修的声音吧 嗯 嗯 家人们 喜欢我身上这件衣服的 咱们抠个衣 还没有买到的抠个衣 我去喊喊吴总 给大家上一下 好不好 这个衣服好多 好69吧 69块一件 这个衣服上一场 卖爆了 嗯 今天下午就说 让给大家做一个 做一个回购 吴总 看吴总在公司没有 喜欢 再度研究生 喜欢啊 我肯定喜欢啊 嗯 当然希望 找一个有知识 有文化 有素养的男性嘛 对不对 女孩子都喜欢这样的 嗯 长得就是 大家五官端正 就可以了 我对外貌 这个东西 确实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要求 嗯 我觉得五官端正 最重要的是内心 内心美 嗯 什么样 料子 这叫 颗粒绒吧 我喊一下吴总 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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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多人问我身上这个衣服 你快来 好多人问我身上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 你给大家上一下 不是反场吗 咱们先 咱们先上一会儿 怎么会配不上我 家人 你说这个话 就那个啥了 你过去 我也想看一下家人 哎 哎呦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不好 哎 家人们 我今天过来 我帅不帅 我剪了头发 家人们 这个衣服多少钱 嗯 这一服 七十九还是六十九啊 七十九吧 六十九吧 七十九 有家人说上次买的是六十九还是七十九 你给家人们上两件 等一时间上好不好 我们去跟家人聊聊天 哎 你把那个电脑开一下 哎 开着呢 你要干嘛 这个灯为什么不亮 这个灯为什么不亮 我去看一下灯 七十九啊 是七十九 对 这么好的衣服 七十九 足够的了 家人们有回应吗 家人们 我们不带这种节奏 好不好 家人们 对不对 别人都说了 对不对 这个叫什么 兄弟七 不可七 不不不不 哎呀 叫怎么 怎么说 那句话叫做 对不对 我们 都是有 有信仰的 对不对 这个堂堂 这个叫什么 呃 那句话是怎么说 它叫 罪翁之翼不在酒 家人们 是不是 罪翁之翼不在酒 有人的 有人的 家人们 来家人们 上播人去 行不行 你先给家人挂一会儿 我跟家人聊天 人家要这个衣服 你晚一会儿 你们再去做那个什么 那这样走吧 我们上到1500人 我就给大家 家人们上一下 哎呀 就像不是 就要就要就要 家人们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家人们 绝对 好做 家人 下午好下午 我相信绝对到 1500人 没有问题 是不是 家人们 打一波上人 行不行 我是急性子 我看到家人们 说想要这个衣服 我知道你的心地 善良的 但是我跟你说 你真的是 你也有大爱 你也有小爱 我觉得你的格局 方面真的 不怕不冷 不怕不冷 家人们 是不是 家人们 来把直播 就分享一下 阿伟 阿伟的话 应该在过来公司的路上了 家人们 在路上 对 下午好 家人们 来家人们 分享一下直播机 对 分享一下直播机 好不好 分享一下直播机 我给 咱们挺1500人 让吴总买这个衣服 给我们上了 没有问题了 家人们 知道唐总看不起 对 他看不起我 家人们 这是实话的 对不对 我怎么看不起你了 就是看不起我嘛 对不对 看不起我 可以说的 家人们 是不是 我没我刚才要看不起你 你别黑我 不是 我觉得很正常 对 这个叫什么 我们俩这么关系 这么好的兄弟 你说我看不起你 一切无闻六 家人们 这个价格再改不下 我们一说我改79 我都被 我都被那个品 我都被奥康的品牌方说 说我了 真的 吴总腾 唐总结婚 何其有幸啊 无恼我 真的 那家人们 你们说的这个都是不现实的 懂不懂 对不对 唐总漂亮 真的漂亮 他是人漂亮 心地善良 既有69嘛 家人们做不了 如果说能做 我真的没有一叠叠问题的 是不是 谁能去到堂康做老婆 是一辈子的幸福 欢迎我宾哥 欢迎我老巷 我79块9 家人们 我跟你说人追一个人哪 首先有点底气知道吗 我没有一点点底气的家人们 对家人们 把粉丝灯牌叠一下 把粉丝灯牌叠一下 对把粉丝灯牌叠一下 好不好 我们叠一下粉丝灯牌 然后有那个小新鲜的 小新鲜的 送个小新鲜 行不行 家人们 来我们看一下粉丝灯牌 谢谢我胖姐 谢谢我菜姐 谢谢我金牛浩浩 谢谢家人们 谢谢贴牌 谢谢岁月 谢谢爸爸 吴姐姐 谢谢我赵姐 谢谢我福长人 哥哥 谢谢笑看人生 谢谢月清男 谢谢大家 对 谢谢奔放的玫瑰 我要向千贵 我是灯爱的玫瑰 来家人们 打一波上人 谢谢家人们 生来的礼物 来礼物不停 我们一起上人 行不行 现在才 鸟万六的点赞 家人们 我们再把站站点一下 行不行 家人们 我们再把站站点一下 我们争取 叠到 一千五百人 我给大家 上堂堂同款的 这个衣服 感谢我笑看人生 上来的人气票 感谢我黄姐 感谢我成功为本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直播 谢谢我雅力姐 我雅力姐来了 对 家人们 打波上人 我们直播间 好温柔 对 不是我觉得 咱们直播间 堂堂直播间 我看了跟阿伟直播间 别人直播间对比 咱们直播间的 家人们好有素质 好温柔 开玩笑的 那对不对 你要看什么样的人的格局吗 对不对 你这格局摆在这里 我们直播间 非常非常的和谐 你小心又回 没有回忆 家人们这样子好不好 家人们 对 感谢我诚哥 感谢我诚哥 感谢家人们 来家人们 1500人 我相信我是很难上的 对不对 我知道这个时候 大家都在 感谢我兵哥的叠赞 喂 哦 闪上到 你还帮我点点赞 哦 我真的 我还是